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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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美日模組合成器 今天要來補一個前天在大阪演出的時候用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不是一個預先設計好的系統 是當天的現場直接patch出來的系統 所以有很多之前用過的習慣 還有一些之前沒有用過的 然後在現場用的東西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mixer 在mixer的地方 可以看到有三軌 像有一些線是關掉 是不是拔掉 因為這一次的系統用了 一個有三軌的硬體傳進來的聲音 所以第一軌是我的contact mic 接觸麥克風到coco contrast 做一個loop進來的聲音 然後第二軌跟第三軌都是分別 兩個filter跟一個oscillator 就硬體的oscillator進來的聲音 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可以聽到的 其實只有最後最後最後加進來的鋼琴的聲音 好那在youtube影片的時候 前天演出完上傳的影片的時候 我把讀取鋼琴的過程剪接掉了 所以就是在讀鋼琴的時候 這個系統面臨了五秒鐘左右的停止 就是我按下鋼琴 按下host以後有五秒鐘是沒有聲音的 我把那個剪掉了 所以這件事情我還在想辦法把它克服掉 所以不過最後的部分 大家可以從這邊看到 我有個clock 然後用一個patterns去做一些隨機的 這個trauma的patterns 然後在intro這裡我主要負責 這是前陣子在3月的時候練習過的 就是用intro的harmonic 然後出一些比較jazz的chord 所以這個是鋼琴的部分 還可以聽一下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系統裡面呢 大部分都只留下了鋼琴和弦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呢 只有這一個sequencer是會送出訊號給硬體的 那這是我第一次嘗試使用 現場的VCV rack加上硬體 覺得其實蠻舒服的 就是在硬體的部分 我們可以很快得到好聽的聲音 然後跟一些 因為比方說像如果你有complex oscillator complex oscillator裡面會有附有LFO 所以使用LFO去震動這個complex oscillator 就可以得到一個patterns 就是bopbopbop這種聲音 那它就很容易可以作為一個 演出的基地 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蠻方便的 那其他的軟體送硬體的訊號 其實我們只需要CV 給一些音色或者音高上的差別 然後VCA去開關這個聲音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我可能會繼續 朝著這個硬體oslator 然後其硬體oslator以外都是軟體的 這樣子的方式去來設計 好 好所以這個就是雖然沒有什麼 你必須要說沒什麼內容 不過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因為人正在關係巡迴 那總之這個就是今天的每日模組 那內容是我對於上週 上週五在大阪演出的系統的反省跟檢討 好那每日模組合身 就我們下回見拜拜